虚比虚比阿威虚比 娱乐尖峰娱乐消息八面通 欢迎收看冷热酸甜 想吃就吃 由冷酸林冠名播出的娱乐极先峰 哈喽大家好 依然是我 最爱你们的冯青青青 今天会为大家奉上一场 非常特殊的演唱会 那就是刘若荫 Ray Next 我敢世界巡演了 大家都知道 奶茶牛若荫也是出道 已经22年了 它独特又真诚的演唱方式 和娓娓到来的歌声 一直是受到很多歌迷的喜爱 尤其是刘若荫式的情歌 透着一种都市女性的生活态度 引得众多女性共鸣 那最近呢 刘若荫是结束了为期两年 共53个场次的世界巡演 今天我们就为大家 献上巡演中的精彩片段 我们来看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想我这样为爱痴狂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想你说过那样的爱我 想我这样为爱痴狂 到底你会怎么想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想你说过那样的爱我 想我这样为爱痴狂 到底你会怎么想 演唱会开场 刘若英一声摇滚发亮相 唱出了她的爱情经典 为爱痴狂 1995年 刘若英拍摄了电影 我的美丽与哀愁 与少女小鱼 随后滚石唱片立马推出了 刘若英的第一张专辑 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 其中这首带有强烈 陈生风格的 为爱痴狂迅速走红 而刘若英 则以真挚的演唱 和娓娓道来的歌声 瞬间赢得一众歌 真的想 寂寞的时候 有了个半 日子在忙 也有人一起吃 早餐 虽然这种想法 明明就是太简单 只想有人在一起 不管明天我在哪里 不管明天我在哪里 爱从永永世人散心 两意 遇见浑然天成的交集 错过多可惜 如果我是真的 决定付出我的心 能不能有人告诉他 不要让我伤心 每一次当爱在靠近 感觉他在紧紧的抱住你 他扫通你的心 遮住你的眼睛 又不让你知道去哪里 每一次当爱在靠近 都好像在等你要怎么回应 前提的安静 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 刘若英氏的情歌 总相一首散文诗 情感细腻又能读尽人的心理 整唱演唱会 以四个富有文艺气息的VCR作为格段 细细听来 就如同人生的不同阶段 以及对待爱情的态度 从为爱吃狂 到当爱在靠近 从很爱很爱你 到一辈子的孤单 首首经典 当孤单已经变成一种习惯 习惯到我已经不再去想该怎么办 就算心烦意乱 就算没有人作伴 自由和落寞之间怎么缓算 我独自走在街上 我独自走在街上看着天空找不到答案 我没有答案 我没有答案 千古以为难 千古以为难 我会拍头看 辯送到我亲自走在海上 夜明月月月月满 就越珍惜伤感 越越多的时间 就越喜欢如安 因为我总是孤单 过去孤单的屋子 我想我会遇及孤单 歌迷的每个人生阶段 都有一首刘洛英的歌 而刘洛英显然也很喜欢 这样的交流方式 演唱会上 刘洛英的心灵感应式 让人印象深刻 她把自己关在一个玻璃房子里 每首歌之前都有一段独白 最后在《爱情》的篇章里 她说 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 换来了一句鲜鲜 你的成全 成全了你的潇洒 你冒险 成全了我的笔牌蓝天 它虚拟的海誓山梦 蜜语甜言 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 成全了你的青春 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 我对你付出的青春 成全是我的 acept的 我给你付出的青春 不等坐短 我给你付出的青春和苏 hands Fen 才许的还是什么 你与甜言 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 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 成全了我的小歌 三二一 哇 是的 好好听哦 其实在演艺圈呢 刘若英可以说是难得的全能艺人了 唱歌他被誉为都市情感代言人 演戏他又获奖无数 同时呢 刘若英还是一个音乐创作人哦 他会作曲 会写词 他的文笔非常的好 出版过随笔集 散文集 这一切的一切呢 都让他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文艺女青年呀 不过他曾经说过 其实自己只是看上去非常的温婉 内心还是很狂烈的 这一点呢 我们可以从他的演唱会上 和歌迷的互动就可以看出来 因为他会一言不合 刘若英就会喊不要唱了 这样和歌迷互相的调侃 互相的吐槽 现场真的是不要太欢乐哦 一年都不会累 我已经跳了三天三天 我现在的心情 和汽水也会醉 完全都不会疲倦 我还要再跳三天三天 我现在的心情 紧得好像可以飞 啊 加入我的行列 白天跳到黑夜 快乐不会吃亏 谁也别想拒绝 都不要停歇 如果只听刘若英的歌 也许我们真的会被那股 文艺小清新的歌词给骗了 但是再走近一点 就会发现 他搞怪狂野的一面 翻看他的微博 发现他是典型的吃货一枚 再看往年的演唱会 更是大胆模仿 恩师陈生的演唱会姿势 而这场演唱会上 刘若英更是和歌迷斗嘴 被歌迷说自己胖时 他生气说道 要唱了啦 粉丝送礼物时 他调侃道 其实这是一个演唱会 比较不是歌迷会 最后更是惊叹粉丝一员 开玩笑说 所以我也是 靠脸吃饭的 我终于懂得 老来翘的感觉 心分中的恋爱 虽然有一点断站 你的笑点满过 心中所有的遗憾 心分中的感情 我将全部属于你 多希望 能够永远不分离 流水他带走光阴的故事 改变了一个人 就在那多久 伤感而珠子 伤感而珠子 三百的青春 流水他带走光阴的故事 改变了我 就在那多久 伤感而珠子 流泪的青春 以光阴的故事为首尾 刘若英连唱半小时 共16首歌 为大家献上了一系列金曲串烧 期间 后来很爱很爱你的原唱 日本女子歌唱组合 Kiroro更是惊喜现身 令刘若英感慨万千 我太爱你 所以愿意 想再让你 万个多幸福的地方飞去 我太爱你 谁爱你 所以愿意 想再让你 飞向幸福的地方去 我太爱你 只有让你 拥有爱情 我太爱 心 是的 记忆中的刘若英呢 还是那个唱着 很爱很爱你 所以愿意 值得相信 还有 后来 我总算学会了 等等等等的 文艺女青年 有没有 我知道唱她的歌 我自己都好开心哦 但是在2011年 她是公布了自己 出嫁的喜讯 接着呢 在2015年 刘若英是迎来了 她的宝宝哦 从演员 歌手 再到妻子和母亲 人生角色的切换 也是让她有点困惑 但是在演唱会上 刘若英说 拥有自己才最自由 据信呢 结束这一次巡演之后 刘若英将会立马投入 首导长篇电影 易富官的拍摄 我们也是希望尽早 能够看到刘导的作品啦 请勇许我 尘埃落定 用沉默埋葬了过去 半身风雨 我从海上来 再隐居在枝沙漠里 该隐瞒的是总清醒 千言万语 只能无语 爱是天使地理的迷信 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啊 那一个人 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 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 却换来半身回忆 若不是你渴望也很近 若不是我就输心情 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 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啊 那一个人 啊 那一个人 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 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 却换来半身回忆 若不是你渴望也很近 若不是我就输心情 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 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该隐瞒的是总清醒 千言万语只能无语 爱是天使地理的迷信 哦原来你也在台北 唱了二十二年情歌 刘洛英终于有了自己的婚姻和家庭 开始成为把儿子放在心间的妈妈 开始接受家人的老去 这一切让她的生活 从过往定时中抽离 多重身份交割 刘洛英在柴米油盐 与文艺创作中游走 她用舒本华的话自我安慰 要么孤独 要么庸俗 拥有自己不忘的初心 才最自已 你爱过一下子 你爱过一下子 我想念一辈子这样不理智 是怎么回事 才快乐一阵子 为什么我却坚持那一定是 我最难忘的事 越过高山和海洋 喜悦和爱上 不时不顾单 幸好 曾有你温暖和心房 还亮着你留下的光 这些年 这些事 一下子 一辈子 你都度过了 怎样的日子 记得也有此事 如果说我能再见你 一次请让我叹到了 还是 你那灿烂的样子 退去青涩和痴狂 现在的刘若英 更喜欢和歌迷交流 分享生活 不管是在演唱会上的独白 还是近几年发布的MV 都可以看到刘若英 对生活的感悟 演唱会最后 她对全场歌迷说 生活还将继续 今天晚上我们聚在这里 让我们一起 唱完这首歌 然后各自回到各自的生活 继续努力地 活着努力地 爱着 后来 我总算学会了 如何去爱 可是你 早已远去 消失在人海 后来 终于在眼泪中明白 有些人 越来越错过就不再 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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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总算学会了 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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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 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 有些人一来错过就不在 永远不会再重来 有一个男孩爱着 那个 有一个男孩爱着 那个 谢谢你们 女孩 谢谢 拜拜 舒逼舒逼 阿威舒逼 娱乐金风 娱乐消息 八面汤 欢迎收看冷热酸甜 想吃就吃 有冷酸林冠名播出的 娱乐极先风 哈喽大家好 依然是我 赞女的冯青青青 今天真的很开心啊 因为听到了奶茶流入音的歌声 有没有哇真的还想唱她的歌 让我们一起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 真的又想去做她的歌迷了 大家听了这么多好听的歌曲 也不要忘了明天继续锁定我们娱乐金风 还有更好更好的作品会带给大家 那就明天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然不会是我啊 我清楚那个女 不曾改变自己 别太接了 孤单的情节里 不自彩排 我一直在呼吸 我最最心爱的 你好吗 亲爱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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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